- 巨星华社报道,近日,首批12家河北省职部门管理企业完成脱钩移交,标志着河北省经营信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工作,正式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。 - 此次首批移交,河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有限公司,被确定为省基金营信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的实施主体。 -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-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-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-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-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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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